麻婆豆腐的起源是哪 麻婆豆腐起源清代同治元年 在成都万福桥边有一家原名陈兴盛饭铺的店面 店主陈春富扫墨 小饭店便由老板娘经营 女老板面上微麻人称陈麻婆 当时的万福桥是一道横画符合 常有苦力之人在此歇脚打尖 光顾饭铺的主要是挑油的脚夫 陈世对烹饪豆腐有一套独特的烹饪技巧 烹制出的豆腐四香味俱全 不同反响深得人们喜欢 他创制的烧豆腐则被称为陈麻婆豆腐 其饮食小店后来也以陈麻婆豆腐为名